3D裂映技術已经可以用来盖房屋 而且速度还很快 欧洲最大的3D裂映机 最近就打造了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屋 据说这房子的抗压强度 比过去用砖块新建的传统房屋还要更高 这栋房屋占地90平方公尺 是世界上第一栋3D裂映出来的两层楼建筑 是比利时一家公司的3D裂映机 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打造完成 建造过程设计将类似水泥的特殊材料压挤出喷嘴 再逐层堆积成基本结构直到完成 接着工人再进去做最后的加工 例如安装天花板和窗户 房子的内部装潢类似一般的比利时房屋 包括一个大厅、两间会议室和一个厨房 不过这栋房子是比利时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 用来研究3D裂映建筑的可能性 并不是盖来给人住的 负责这项计划的研究人员说 由于3D裂映技术的使用 模板成了多余的东西 这可省下大约60%的材料、时间和预算 而所采用材料的抗压强度 是传统速箭砖块的三倍 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将工期缩短到两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